欢迎您在百忙之中来到我的频道 每天分享养生知识 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我今天分享的是 国医大师王思佳 常年坚持服用一杯带茶饮 不仅是血糖平稳 还使我们的头脑清楚 眼睛视力明亮 现在很多的青少年 因常用眼不恰当 提前出现了近视眼 看东西非常的模糊 平时都是凑近一点 才可以看得清晰 现在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逐渐衰老 中老年人也开始有老花眼的迹象 原本看东西清楚 逐渐事物模糊 眼睛感觉干涩难受 现在看电子产品 又非常的多 眼睛会觉得 疲劳干涩 特别的难受 有这种情况提示我们一定要好好地保护眼睛 不然眼睛作为心灵的窗户 功能受限 正常生活也会受到影响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代茶饮 我们经常这样喝一喝 可以有效帮助我们保护眼睛 缓解眼部疾病 我们来准备适量的绝明子 绝明子功效如其名字 自古以来就是清热明目的药效 本草正义说过 绝门子明目 乃滋意干渗 以正替滋阴为意 正是赔本之正之 最为利弊所益 近视眼 老花眼等事物不明的人群 皆可以试试绝明子 绝明子中富含大黄分 大黄素 绝明素等成分 具有降压 抗菌 以及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再来准备适量的金银花 金银花性味微寒 微苦 具有清热解毒 明目立焉的功效 它含有氯盐酸三金类化合物成分 能够抗炎抗菌 对于眼部感染 氧红等问题有较好的疗效 金银花是一种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 纤维素的植物 泡金银花 喝有非常多的好处 可以生筋 健脾 明目 养肝 软化血管 防止动脉周样硬化等好处 同时 金银花中还含有一些的维生素A 维生素C 维生素B等维生素 可以有效预防上皮细胞癌 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抑制肿瘤等作用 其次 金银花中还富含多种的矿物质 比如包括钙 铁 铅 蒙等物质 可以 主要提供人体生长所需要的元素 再来准备适量的甘草 甘草是一种常见的中草药 具有抗炎 震痛 抗过敏 抗氧化和调节身体免疫功能等多种功效和作用 在中医药应用广泛 甘草具有抗炎作用 含有多种火焰成分 能够抑制炎症反应 并减少组织损伤 可以抑制过敏反应 减少过敏症状 并有效保护身体 免受自由基的损害 甘草还可以增加白血球数量 提高免疫细胞的活性 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 具有积极的作用 再来准备适量的菊花 菊花是一种常见的药用植物 具有多种功效和作用 菊花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可以用来治疗中暑等 菊花还可以有效降低血压 适用于高血压 它病人还可以有效抗菌消炎的作用 用来治疗皮肤感染 口腔炎症等疾病 菊花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和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 可以用来美容美颜 增强皮肤的弹性和光泽 我们把菊花放入大碗中 来给它搓洗一下 洗好之后放到小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适量的陈皮 陈皮的功效和作用非常多 陈皮中含有挥发油 能够促进胃肠蠕动 帮助消化 缓解胃部不适 菊皮中的芳香物质 可有效去除口臭和口腔异味 菊皮中的黄酪类物质 可扩张血管 降低身体血压 菊皮中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 和多种抗氧化物质 能够有效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预防感冒和疾病 我们把陈皮放入大碗中来 给它搓洗一下 再来准备适量的洛神花 洛神花可以清凉解毒 清热沥湿 护肝明目 美容美颜等作用 洛神花具有清热泄火的功效 可以有效治疗 热病心烦 湿热 黄胆等病 洛神花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 可有效促进眼部神经的发育 改善眼睛视力 缓解眼睛疲劳 洛神花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 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 患者我们适量食用 可以有效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 有利于皮肤的健康 再来准备适量的枸杞 说到枸杞 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毕竟保温杯里抛枸杞 是当代年轻人的养生必备品 当然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 枸杞的保健功效更是不言而喻 在我国传统的中医文化中 枸杞一直被认为滋肾润肺 补肝明目的功效 同样的 枸杞也是卫生部批准的药食同源食物 既可以用药 也可以作为食物中日常食用 我们把枸杞倒入大碗中来 给它刷洗一下 把枸杞给它洗得干干净净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一口锅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所有食材下入锅中 先开大火给它煮开 煮开之后再开中小火 给它慢慢熬 熬大约20分钟的时间 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动动能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辛苦大家了 稍微的给它搅拌晾凉一下就可以开喝了 哇 真的是好香啊 我们没事常喝这道汤 眼睛明亮 视力好 腿脚强壮 走路有劲 大脑聪明 血液循环经测通畅 身体越来越好 活到100岁 走路也能见不如飞 喜欢这道茶水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试着做一下哈 好了 朋友们 家人们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平平安安 健康幸福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